一篇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章的前三节接续的第一章 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这句话原文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叙述句 说这个造物的工作完成了 而是展现出来一个各种受造物 各就各位排列整齐 接受简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 那第二到三节说第七天神就停止了 一切的工作安息了 在第三节特别的强调 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圣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 就是说第七天不是前边六天的一个重复 而是特别的一天 跟前面六天不一样 是安息的日子 在后来出埃及记的地方 就是把守安息日成为这个十戒之一 人劳碌工作六天休息一天 这绝对就是上帝对人的怜悯 一个方面是让身体恢复 这个一个的生理的需要 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让人注目 后次百物给我们的上帝 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和感谢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每周 在主日的时候都要来敬拜上帝 那第四节呢就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了 说创造天地的来历 那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再一次的展现创造的过程 在这里特别的注重在造人的过程当中 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亚当的意思就是尘土 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 唯独人有神的灵 可以在灵里随时和神沟通 那八到九节呢 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 并且给他各种结果子的树 注意这些都是可以阅人的眼目 果子好做食物的 也就是说神已经把又好看又好吃的食物赐给了人 那十五节呢 上帝就让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 并且给他又设了一个界限 第十六节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句话大家要记住 我们明天会再次回到这句话上来 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这是第一次圣经记载 神看着不好的地方 接下来呢就很奇怪的 上帝没有直接就给他造配偶 而是插入了十九到二十节 就是先把地上的活物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 让这个人来为这些的动物取名 然后二十节下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其实上帝是借着让亚当给动物取名 让他好看到动物都是一对一对互相帮助的 从而让他也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伴侣来帮助他 然后才取了他的肋骨造了女人 也就是说 女人不是上帝强加给男人的 而是他的需要和渴望 那二十三节就是人类的第一首情诗 二十四节是上帝对于婚姻的教导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而且特别的提到赤身露体也没有羞耻 就是说在家庭当中 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 是比任何人都更亲近的关系 那今天给大家三点可以用来灵修默想的亮光 第一 第三节说上帝赐福安息日 那么你呢在主日是不是会停下各种的工作 来敬拜上帝蒙他的赐福吗 第二 就是第七节上帝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可以随时和神沟通 那你有和神个人的这种说话互动吗 你有听过神的声音吗 第三 第二十四节是基督徒的婚姻观 互相帮助联维议题 想想你自己的家庭次序 你把你的配偶排在了什么位置呢 两个人是否可以完全敞开分享一切呢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我们